我是黑生,关注黑生,健康华科 在这个星光璀璨的夜晚 当你躺在床上,却辗转反侧 难以入眠的时候 你是否想过 这一个无尽的清醒的背后 可能隐藏着一个显为人知的一个秘密呢 那么维生素,它就是其中的一个秘密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去深入探索 那一个影响无数人夜晚不能入睡的一个谜题 也就是失眠与维生素之间的微妙的关系 让我们一起揭开这一层神秘的面线 找到通往甜蜜梦乡的一个钥匙 那么首先第一方面呢 我们来聊一聊维生素与失眠之间的隐秘的联系 在探讨这个失眠的成因的时候 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关键词 那就是维生素 那维生素作为我们人体必须的微量的营养素 虽然呢,不参与构成我们人体的组织 也不提供能量 但是呢,它们在我们人体的新人代谢 生长发育,免疫功能等等方面 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而当我们谈到这个维生素与失眠的关系的时候呢 维生素B家族的三位明星成员 维生素B3,也就是烟酸 维生素B6,还有维生素B12 那么首先第一个呢,跟大家介绍一下维生素B3,也就是烟酸 那么作为维生素B族的一个最重要的维生素 那烟酸呢,在我们人体参与多种代谢的过程 包括就是能量代谢,神经系统功能的维持等等 那么当我们人体缺乏这个烟酸的时候 不仅仅会出现皮肤粗糙啊,皮炎啊等等这些症状 还可能会影响到神经系统的一个正常的运作 导致失眠啊,焦虑啊等等这些情绪的问题 所以呢,适量的补充烟酸 对于啊,我们缓解 因为这种啊,补充不足 导致的神经系统紊乱 导致的失眠啊,这个是有帮助的 那么第二个就是维生素B6 那么维生素B6在我们人体内啊 扮演着多种重要的角色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 它参与制造血清素 还有褪黑素 这两种关键的神经地质 那血清素呢,是一种能够调节情绪 促进睡眠的一种化学物质 而褪黑素则是调节我们人体生物中的重要的激素 当我们人体啊,缺乏这个维生素B6的时候呢 那么血清素、褪黑素的合成就会受阻 从而呢,影响到睡眠质量 还有情绪的稳定 所以呢,补充 维生素B6呢,对于改善 因为情绪不稳定 或者生物中紊乱导致的失眠症状 具有重要的意义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维生素B12 那么维生素B12,也就是骨氨素 是我们维生素B组当中最为复杂的一种 它呢,在我们人体内主要参与红细胞的生成 还有神经系统的维护 当我们缺乏这个维生素B12的时候 不仅仅会出现贫穴啊 神经系统功能的障碍啊 等等这些症状 还可能会引发失眠 记忆力减退等等这些问题 那么张女士,她呢,其实是一个 其中一个例子跟大家讲一讲 就是呢,张女士她长期呢 受到这种失眠的困扰 直到她开始补充这一个维生素B12之后呢 睡眠质量呢,就有了显著的提升 那么这一个案例其实 充分的说明了这个维生素B12 在改善失眠症状方面的一个重要的作用 那么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三种维生素之外呢 其实维生素D也是很大程度上 跟睡眠质量是有关的 那维生素D呢,其实在促进钙的吸收 利用,维护骨骼健康方面有重要的作用 同时呢,她还能够通过调节免疫系统 还有神经系统的功能 间接的影响睡眠质量 所以保持体内维生素D的一个充足 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刚刚提到的这几种维生素都非常重要 在预防和改善失眠的症状具有重要的意义 好的,那接下来跟大家聊第二方面的内容很重要 就是深入的去解析维生素流失的一个原因 还有如何去应对 那么我们知道了,刚刚也讲了 就是维生素对于睡眠呢,其实很重要 那么如何去确保体内维生素的充足还有平衡呢 这需要我们深入的了解维生素流失的原因 并采取相应的应对策略 那维生素流失的一个原因 主要呢,有以下几个方面 那么第一个方面,那么就是饮食不当 那么现代人的饮食习惯呢 往往都是倾向于这种高热量 高脂肪,高糖分的这种快餐 还有加工实力 而忽视了富含维生素的这种新鲜的蔬菜跟水果的摄入 那么长期以往的话 那么就会导致体内维生素的缺乏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那么就是生活方式呢 不健康 如果是长期的熬夜,缺乏运动,吸烟,训酒等等 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都会加速体内维生素的流失 还有消耗 那比如说熬夜呢,会干扰我们人体啊 正常的这种生物中代谢的过程 导致维生素的一个利用率就出现了下降 而吸烟呢,会破坏这个维生素C等等这些水溶性 维生素的一个结构,还有活性 好,那第三个原因呢,就是疾病 还有一些药物的影响 像某一些疾病,某一些药物 它是会影响到维生素的吸收 还有利用的,比如说 一些肠道的一些疾病 它会影响维生素的吸收 如果是长期服用抗生素等等这些药物 它就会破坏肠道内的这种维生态的平衡 影响到维生素的合成,还有转化 那么针对以上的原因呢 我们可以采取以下应对的策略 来去确保我们体内维生素的充足还有平衡 那么第一个就是均衡的饮食 在优先考虑食物的来源的时候呢 食物的多样性还有均衡性 其实是更加重要的 我们应该补充维生素D 像鱼类啊,丹类啊,这种乳制品啊等等 我们还可以增加这种户外的活动 来促进皮肤合成这个维生素D 那维生素B6呢 我们可以从这种犬骨物啊,豆类啊,香蕉啊,鸡肉啊,土豆啊 当中去获取 来去帮助这个神经系统的健康 还有压力的缓解 那维生素B12呢 可以说有很多很多的食物可以去补充 像瘦肉,鱼类,蛋类,奶制品等等 那维生素B12对于神经系统 对于红细胞可以说是很重要的 那素食者呢 就需要特别的去关注 我们可以借助呢,一些补充剂来去确保啊,这一个摄入 那像蛋黄啊,豆类啊等等这些富含维生素B3 那么能够提升这种血清素水平 来去帮助我们啊,放手帮助这个入睡 总之呢,均衡的饮食是提升睡眠质量的一个重要的途径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健康的生活方式 保持规律的,作息的时间 避免熬夜,避免过度劳累,适当的运动 然后戒严,性酒 刚刚也提到 这些其实都是对我们身体啊 一定要注意的一些生活方式 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必要的时候呢 可以补充这个维生素的制剂 在医生啊,或者营养师的指导下 适当的补充维生素的制剂 可以弥补饮食当中的不足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呢,过量的补充维生素 也可能对我们身体造成不良的影响 所以呢,必须最好是在医生的指导下 进行一个补充 好,那今天呢,就跟大家聊了 今天的这个维生素与失眠之间的关系的一个话题 希望今天的内容对大家有所帮助 也欢迎大家把这个视频转发给自己的亲朋好友 让大家都能够学会这些真正有用的健康知识 好的,关注回声,健康博客 我们下期再见